你多大了 是鞋 是我 这位谎称自己17岁的少年 其实只有15岁 而他之所以撒谎 是为了能叫大人们放心地 让自己下井救人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只要了解了他的事迹 身为大人的你 也会为他叫好 2019年11月30日 河南 赫壁 赫山区某家宾馆门前 一个父亲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围观人群怎么也劝不住 这位父亲姓赵 这天晚上带着三岁的女儿 来到父亲酒店吃饭 期间女儿一直吵闹着要出去玩 赵先生没有多想 为了安抚女儿 便任由他去了 结果等到用餐结束 赵先生等人要离开时 他突然发现 怎么也找不到女儿了 一时间赵先生心头充满了自责 慌乱地到处呼唤女儿的名字 想要找到他的踪迹 就在这时 有过路行人告诉他 宾馆门口的基金里 传出了小女儿的哭喊声 赵先生心里咯噔一响 连忙跑过去查看 但是基金实在太深了 当时天色也比较晚了 赵先生根本看不到井底 却能清楚地听到 下面传来女儿哭喊爸爸的声音 他手忙脚烂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一看 顿时皱起了眉头 这是一口废弃的基金 直径只有30厘米 深度却达到了20多米 赵先生的女儿就卡在了16米深的地方 小腿已经没在井水中 由于成年人的肩宽都已经超过了30厘米 就算救援人员带来了全套的救援设备 一时也无法下去救人 如果动用挖掘设备 没有一个晚上是无法将井挖开的 更何况当时已经是冬天 井水冰凉 井底氧气也不够 小女孩很难支撑太久 救援人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赵先生急得跪在地上 想要自己亲自下去救孩子 救援队赶紧把他拉住 生怕赵先生也卡在井里 围观群众也踊跃报名 想要下去救人 但是在场的成年人 减宽最小的也有33厘米 根本无法通过井口 就在这时 救援队员王沁军和许建英夫妇主动提出 或许可以让自己的儿子试一试 他们的儿子名叫王敏然 当时还是初三学生 即将参加中考 接到父母电话时 还在复习功课 他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他15岁 连续下井失败5次 却被千万网友点赞 人民日报也夸奖他 真帅 为了营救坠落井底的3岁女孩 救援队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也只能答应 让这个一脸稚气的少年来试一试 积极内壁直径只有30厘米 成年人下不去 但受销的王敏然可以 不过在让这个孩子 下进去救另一个孩子之前 救援队长慎重地拉住他 在围观群众的见证下 严肃地问他今年多大了 王敏然深怕队长不肯让他下去 于是谎报年龄 称自己已经17岁了 他的母亲赶紧纠正说 他只有15岁 队长顿时有些迟疑 只能又问他的母亲 如果出现意外 能否承担后果 此时小女孩的父亲赵先生 还跪在一边嚎啕大哭 王敏然的父母在围观者的见证下 毫不犹豫地回答 能 经过慎重考虑 救援队长决定 让王敏然试一试 于是他把王敏然叫到跟前 仔细又迅速地讲解了一遍 确保王敏然在下井救援时 也能保证自身安全 当时已经是冬天了 王敏然为了方便下井 把厚重的衣服全部脱掉 身上只剩了一件单薄的毛衣 他用脚绑复绳索 再插上氧气管 以倒掉的姿势 一点点地下到了机井中 狭窄又昏暗的机井中 能够活动手脚的空间有限 而且机井内壁并不平整 全是用粗糙的水泥糊成的 所以王敏然连着下井试了两次 都被先后卡在了中途 只能让救援队再把他拉上去 这样的救援行为 隐藏着极大的风险 因为身体要长时间倒立 血液会大量涌到头顶 人会感到头晕 眼睛也会受到极大的压力 甚至影响视力 所以每次尝试后 救援队会立刻检查 王敏然的眼睛和面部 防止冲血 连着两次失败 身为母亲徐建英看着儿子 心都纠成一团 他实在太害怕了 想要询问儿子的状况 却又担心会影响他的心态 只能拜托旁边的队员 帮他履行身为母亲的职责 而王敏然接着两次失败 却依然信心满满 当即要求再试一次 救援队长只好跟徐建英说 如果他不想让孩子继续 随时可以喊停 但徐建英看着儿子 面上坚定的神情 最终没有阻拦 于是王敏然进行了第三次下戟 这次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王敏然一点一点地 靠近了井底的小女孩 向他伸出手 然而 就在他距离小女孩 只有不到五米的距离时 王敏然再次卡住了 他尝试了几次依然不行 只好再次示意队员将他拉上去 这次徐建英内心也变得十分焦急 他注意到 儿子虽然面部和眼睛安然无恙 双手已经被 激紧内壁的突出划破了 而王敏然执意 要再试一次 这次比上次还要成功 王敏然来到了距离小女孩 仅仅两米的地方 甚至能看到小女孩 惊慌失措的眼睛 她已经被困在井底 好几个小时了 一看到王敏然顿时激动起来 但不幸的是 王敏然还是卡住了 谁也没想到 在危机时刻 下井救起三岁女孩的 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少年 王敏然已经先后下井四次了 但全都没能够碰到井底的女孩 当她再一次被拉上去时 小女孩大声哭喊着 哥哥不要走 几乎要把王敏然和救援队员们的心枯碎 她的父亲更是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恨不能自己跳下去陪伴女孩 救援队赶紧对她进行了安抚 王敏然越发坚定地 要将小女孩救回地面的决心 她在被拉回地面前 冲着小女孩喊道 不要害怕 哥哥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短暂地休整后 她再一次往复绳索 以倒跳的姿势下到激井中 这一次 王敏然随身携带的摄像头卡住了 她在井中指挥救援队员 帮她调整着绳索 进行了一系列尝试 可惜依旧以失败告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井底小女孩的哭声渐渐停了 围观人群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同时为那个三岁女孩 和王敏然感到揪心 王敏然当即决定 进行第六次尝试 这一次 她在井中待的时间 比前面任何一次都要救 地面上的人群大气都不敢出 全都静静地聆听着井底传来的声音 这次 王敏然终于成功靠近了 卡在井中16米深的小女孩 她按照救援队教给她的方法 用手中的绳子牢牢套住小女孩 然后立刻朝地面上喊 快把她拉上去 最后救援队顺利地将小女孩 拉到了井口 当小姑娘从井口被拉出时 安静的现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所有人都在为王敏然和救援队喝彩 王敏然知道自己成功了 这才松了口气 耗尽体力的她 差点坐到地上 女儿势而复得的赵先生常跪不起 一个劲地感谢王敏然和救援队 将王敏然称为救命恩怨 最后小女孩被送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发现她只有一点擦伤 受到了惊吓 其他并无大碍 王敏然听说后顿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件事迅速在网上传开 千万网友为王敏然点赞 就连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也纷纷夸赞 她是最帅少年 这件事也令王敏然自己感触很深 后来她经常跟随父母一起参加救援活动 先后参与过的救援已经不下百起 小女孩家跟王敏然家经常互相往来 两家人简直成为了亲戚 少年强则国强 有王敏然这样的有胆量 敢作为的少年 中国的未来必定充满希望的光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